哈啰,歡迎各位聽眾回來今天國際大旗局的第一節 進入節目之前就叫大家啊,鼓勵大家按讚、訂閱、按LIKE 另外小鈴鐺再按一按鈴鐺小鈴鐺 的鈴鐺 並且する時我們有很多精彩節目了 其實台長先去這點werk mark 因为昨天我们清酒神秘学,因为技术问题,最后的10分钟是没有了画面和声音的 听众听到后来就表达突然间无端断了,那我们技术人员是即时连夜作出修复的 那我们今晚就会上回这个修正版,另外有听众说中间是听不到台阳的声音 技术人员都在调整,尽量把声音调整好,那今晚我们会上回昨天清酒神秘学的修正版本 就是后面的10分钟是有了声音和画面,另外我们也会把昨天的声音调整 那就是先在这里和大家说声,不好意思,那就恳请大家今晚听完这个国际大局之后,也看完这个修正版 那就是说什么吧,台长 好,好,那今天第一节想着说什么,台长 原本我们一直那些布局都是第一节说港文 但是我这个港文不是没新闻,那新闻是有的 例如明天晚上就,星期四就可以限聚令放宽一点 另外下一屆特區政府可能增加副局長 但問題是講這些話 大家覺得悶悶悶一點 不是說涉及這些新聞 而是說我們要比較脆微性 今天的脆微性最強是哪一單新聞呢 這個外國剛剛新千菌熱納報道 在我們做節目之前大概兩三個小時左右 我相信現在他不是澳門永利的老闆 就是Steve Wynn 無論是外電或者英國金融時報都報道 他被美國司法部起訴 我看新聞的時候也挺特別的 因為他做特務 我看到他做特務 大家看原來不是 他那個罪狀就是為中國做稅客 那Adrian這個字可能是中介 就不是看到他做特務可以嗎 那這個情況是怎麼樣呢 就是原來他在特朗普的任期之內 因為他曾經是親自去游說特朗普 就將逃亡了 流亡了 逃亡了 逃亡了去美國的郭文貴 就將他引導 拒絕他那個政治庇護 而將他遣返回中國 那當然很明顯就是 Donald Trump就沒有做到這件事了 那期間的誓詞我們不需要深究 那這件新聞呢 它既是國際新聞 也都是澳門的新聞 因為可能稍後文進也會說說 就是永利的高層也都被捕 但是跟這件事應該沒有關係 那我說回永利就是Steve Wayne 他去為這個 如果是美國司法部那樣說 他為中國做稅客 第一樣這個引證了我之前的說法 就是Donald Trump其實他身邊很多人 都是跟中國的貿易有關的 例如以前金沙的老闆 Sheldon Adelson 這位猶太人 猶太裔的美國公民 他曾經是因為金沙在澳門 那個業務是相當之理想 而成為世界首富的 首富的意思就是在港元前幾十名之內 甚至十名之內 那賭業呢如果一膨脹起來 那個業務一好呢 其實那個速度相反 你看看雷智雲也知道 就是銀河 那個升幅是很厲害的 那在那個期間呢 其實據我們所知呢 這位金沙的老闆 他也曾經游說過Donald Trump 就是譬如說那個貿易戰的問題 他就勸了Donald Trump 不要向中國施壓 但是去到這麼具體 現在Steve Wayne 是直接就一個人 這個郭文貴這個 去做一個遊說的 明顯呢 這個郭文貴很肯定就是中國的 北京人眼中釘 但是大家不要誤會了 即使有這新聞 我不相信郭文貴裡面 就是所謂爆的那些資料呢 是多麼厲害 因為事實上證明很多資料都很流 但是問題就是 他也都一直跟 Donald Trump身邊的紅人 這個Steve Bannon 呢 以至另外一個 邏輯街的大鱷 Cyle Baird 就是一直有合作關係 那我相信呢 就是後面郭文貴那個 政治那條線路呢 是中國 就是北京所忌委的 就是覺得是對他們有威脅 所以就做了這個 但是問題就是這件事 本身都幾年前的事 就當然 在Donald Trump的任內 一定不會有這種行動爆出來的 就是美國司法部爆出來的 但是當Donald Trump一落台之後 這些證據慢慢搜查到了 就是他曾經向這個 就是Donald Trump做稅客 就是替中國 那慢慢就構成了一個 這樣的檢控的案件出來 這個案件本身呢 如果你從一個國際的新聞去看呢 可以有兩項成 其一就當然它暴露了現在 就是在華盛頓裡面 很多人都有透過他們自己的關係去 就是為中國說行 但是這個我們一直都知道 但是如果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那件事不是針對Steve Wynn本人 是針對Donald Trump 就是原來他在那個期間 他有受到這些人的影響 那他究竟有沒有做到其他類似的事情 就是那種反應 這個是國家主要不照顧 這個國家主要不照顧 而達到一個中國可以預期的效果 例如可以找到足夠的稅額 但是當一旦這些外資 他不再有這種功能的時候 這個Sherden Adelson過身 Steve Wien現在已經退出澳門的賭業了 他以前做過這些事情 但是現在不發揮到這種作用 那既然是這樣 澳門的賭牌又何需要給這些外資再掩止 作為一個政治的交換呢 所以我們去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反正一件事 就是當年澳門賭牌之所以開放 後面不是純粹的經濟原因 而是可以透過這些給這些外資的好處 然後聘請他們做這個稅客 去影響美國的政圈 那這件事本身就很重要了 因為如果你看現在這個狀態 基本上北京在華府的遊說能力 已經喪失了90%了 所以很多涉及到中國的問題 例如關稅或者制裁這些情況 基本上都是由美國自己的內政去決定了 假如這個美國的民主黨 他要追殺特朗普 這些事情會越揭越多的 但是反過來看 特朗普上了台之後 假如他捲到重流去上去 那是不是可以說好像回到以前那樣的 那我相信也不能回到以前的了 因為以前這些稅客 基本上都退役了 那現在你再找那些新的人 那就第一件事先給他一些甜點 如果不是你不開放的市場 那所以這個進一步引證 就是這個美國和中國脫勾這個狀況呢 我敢判定了 不會逆轉 大家不要有任何這個幻想 只會越來越是 越來越差的一天 那我覺得這個新聞都有一個頗大的政治意義在那裡 但是另外一部分呢 那這個要先和文進報一報先 因為我都不是太清楚的細節 就是說永利的高層 現任永利的高層是被澳門的廉柱拘捕的 那那個罪狀是什麼 那個罪名是什麼 那其實這件事就不是說牽涉什麼政治東西的 那純粹呢 就是叫做涉及一些工程的批給 就是叫做收了別人的好處啦 那就去把一些工程批了出來 那就那些叫做內部交易啦 那要是你正常就要投標 那些工程可能就投幾份 那可能都是叫做一些高層利用他職權就是這樣啦 那這件事呢 其實呢 澳門廉柱就收到舉報 但是呢 可能那個行動還沒完成啦 就給香港廉柱就折捉先燈的 那其實呢 香港廉柱呢 香港的老闆 關香港廉柱什麼事啊 關香港廉柱什麼事啊 對呀 其實澳門很多事情呢 正常都不關老闆事的 那為什麼香港老闆呢 我記得以前歐文龍那件事是這樣的 那時候好像沒有澳門廉政公署 有沒有 我忘了 有的 澳門廉政公署一直都有的 但問題是很多事情都是香港老闆揭發的 那香港老闆 為什麼他們這麼樂於揭發澳門的事情呢 因為呢 你在香港 你有政治原因啦 各樣的方式啦 有些事情你不可以做的嘛 但是你澳門不同啊 澳門你去揭發 你反過來 他在他的角度為港爭綱 所以呢 其實他們就部署了些人手啊 其實就很努力一直揭澳門倉巴的 而澳門的老闆呢 那以往呢 正因為這樣呢 就經常被人說 澳門老闆經常都扮賣一些小案子 例如什麼 司拉騙了那個消費券 騙了政府幾百元看醫生啊 然後經常拿去買湯水喝的 又或者怎麼樣啊 大蛇就說查不到這些大案子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這些案子 好像這次這件事呢 說句實話 你都可以看得出這件事 因為永利聘請的高層員是香港人來香港籍的嘛 然後其次 你涉案的公司也是香港的嘛 其實你也看到 也可以印證到這些博企的仆街之處 你取資澳門 是不是啊 但是問題呢 你就不是給澳門當地的公司做 甚至乎你澳門當地的公司要接這個案子 都要拍賣香港人 都是要靠香港背景來去拉線 那你結果呢 你就看到他這個這樣的產業 就是說你說 譬如本地 一個本地澳門人 開一間中資小型公司 就想和他拿些好處 拿些工程做一下 他不是不給你的 十單給一單 別人那些就是 單單工程都你看到好像這些幾千萬一單的 就給了他們自己的香港公司 或者他們的線去做 你澳門公司啊 可以啊 這裡啊 這裡有單三至六萬的 給你啊 這樣啊 整個個案子就是這樣 不只是工程的 其實你發覺很多博企 其實他們的採購那些 我很記得我以前 曾幾何時有一次 遇到有一個 就是 香港過來 他銷售食材 賣朱古力 那我沒覺得奇怪啊 澳門也有那些食材公司 也有那些朱古力啊 也有什麼 那為什麼不用 澳門要用香港呢 那我跟他聊幾句 他就請我吃兩顆朱古力 然後 聊開 他說 哦 因為用香港品牌好 那香港的東西有質素一些 另外呢 我們又可以推一點 那他出來可以賣高一點價錢 那我都問他說 其實你這堆東西澳門有沒有代理好色 哦 有 不過我們是總代理 我們是亞洲總代理 其實你看到呢 就算那樣東西是有的 澳門是有的 但是他都不會光顧你澳門當地的代理或者企業的 因為他都是要用回自己的那些線 所以其實你做工程好 以至比如你說 哦 可能買一下食材 買個杯 買個碟也好 他全部是滑了地盤 割拒了的 我相信澳門人呢 應該這樣說 可能你做到的就是以前的那些長的相關的生意 因為那些一向都以前被澳門做的 那其次的 你說那些賭場水的 那些主婦喜歡喝的那些呢 其實你發覺例如你永利那些 他都是用香港品牌的 當然是貴的 可能一支比你 可能用大陸品牌兩支 但是他們都是有這一種的堅持 甚至乎有一些外資的賭場 你發覺呢 例如你在裡面給客人喝一支可樂 他都是要給那些版本 可能飛機上面那些特別觀景 或者是漂亮一點 貴一點 是啊 你澳門沒有可樂嗎 澳門有 澳門有可樂公司的 有的 澳門有自己的可樂 甚至乎澳門都說了 澳門有自己的特產 有維他金香茶 是和檸檬茶不同的 淡一點的味道 香一點的 就是吃的那些金的味道 但是香港沒有可以賣的 這是澳門獨特配方 但是他都不會跟你拿的 所以這就是他們的文化 你說這件事是否牽涉背後 會不會牽涉政治 什麼郭文貴 不會牽涉這些體系的 但是牽涉到 你看到我們之前一直說 為什麼說博企 其實實質 比起以前 可能新歌時代 負責任是少了 這件事看得出 你說剛剛你說了 其實郭文貴那件事 其實我相信這件事很震撼 還有其實如果他再揭露下去 可能一些離開了澳門 但是是外籍的一些博企的人 可能都會成為一些敏感名單 我怕的 不是怕的 而是說我真的有這種感覺 譬如說你現在 他要追殺特朗普 他追殺不只是特朗普 追殺特朗普身邊的人 那你說永利 如果他做這些 當然不只是他自己做 如果他身邊以前在澳門打過工的這些外籍的員工 不是說被北京追殺 被美國的司法部追殺 我覺得這個真的有這樣的可能 因為其實當時澳門是叫做黃金十年 是一個充滿新機 也都是一個 就是你說做島裡面 如果你要出名 你要是自己在這個做島的生涯 不是說做下落 是你譬如你在裡面打工 做過賭場的高層或管理層 你要再上一層樓 其實澳門往往是一個搭板 那有很多那些叫做外國的那些鬼佬 其實他們就是在一些 可能是外國的賭場 可能做著一個職位 不是那麼高的 那他就過來澳門 因為叫做他跳了過來一步 可能做了一段時間 所以澳門再升了一些高層的位置 那他過來自然會比他原先的位置高了些 人蔥會高了些 那他再做下去 然後可能在澳門又過一下堂 譬如在這間薄企又過一下旁邊的薄企 又過一下 甚至乎有些薄企跳進去賭廳的例子都有的 然後他過了堂 乳肥了 然後他會再繞一個圈 可能又去了其他國家的賭場 那他回去 說真的 不是CEO 也是CEO 不是CEO 都已經是SVP 不是SVP 我想最低是SVP 都沒有什麼低是SVP 那這些人 等於是你大學的 以前去哪裏 教的人做這個Letschur 然後你去成大 做這個Assistent professor 做得兩座就做Professor 跟著你再跳回去以前那裏 就什麼的來了 就上了晨桌了 就是這樣的 所以你剛才說的就會很正常 那這幫人呢 他當時在澳門 其實可能潛伏在很多不同的老闆 或者有勢力的人的身邊 例如说过一些现在的敏感人士 当时是帮某些派去工作的人 以至当时一些达冠贵人 总之他们因为进入了这个势力圈 他们当中可能掌握过一些资讯 甚至去到他下一站 其实可能就是帮某些的人 某些势力再去开拓一些东西 或者受到一些指使 去搞一些其他的赌场或者赌业的东西 他们其实背后掌握的资讯其实是很多的 而以前他可能纯粹打工而已 他也没有想过 原来有只一天有机会被人抽证 会抓去问话 甚至没有的 想着纯粹 身高量准 所以这一帮人其实如果你再抽证下去 你会发觉其实有机会 去到一些老板或者高层的重点级被抽证 可能就会被这帮人拿去问话 甚至乎这些已经退休了 例如有一些退休之外 可能在外国买了个地仔 自己有个小小的農场仔 完全是过罪一些与世无争 也不是这一年半载的了 可能在疫情之前 他已经是可能拿了钱了 接着去过一些与世无争的生活 不奇的 我刚才你说的我用另一个方法去演绎 你提到譬如说这些人 以前在风光的时候 他就有些生意 但是为什么金盘洗手之后 还要再炒出来 因为那些钱或者那些好处 举个例子 我给了一盘很容易赚钱的生意 独自生意赚钱的利 那些人会跟着查 你后面那些钱怎么来呢 你后面为什么有这盘生意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突然间在某个地方给你一块地 很便宜的 那你跟着在上面建赌场 或者有些什么 那不是那盘生意本身 就是要追你 而是说 为什么最初你有这些钱 为什么最初你有这样的好处 是谁给你的 最重要是这个 所以去到这个问题 大家眼界要放宽 放软一点 这些钱本身不是问题 就算你一百几十亿 对那些有权的人来说 这不是问题 但是为什么会给你那些钱 是谁给你那些钱呢 那才是问题 不要管你是中国人也好 香港人也好 或者这个外国人也好 这些如果一踩上来 一定有方法 令到你吐回那些资讯出来 那些材料 就不是钱了 所以大家要谈清楚 在现在这个资讯的世界 材料才是最重要 钱不是最重要 钱当然要收回 但是最重要是把你的材料拿出来 那你问你材料有什么用 材料用不然用来刺灰 就这么简单 譬如你和谁 举个例子 譬如我们想像一下 有一个政府里面 有几派人 大家都不满的 但是基于现在这个现有的体制 大家都说好像表面上是没什么事的 大家都很礼貌 但是后面其实勾心斗角 但是如果我要做你怎么做 那当然有犯罪记录有案 那怎么成之案呢 那你不会挖对手的当事人出来 他自己承认的嘛 你就挖那些小子 那小子现在托你 其中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这个例子就是香港 比如说现在黎智英 他以前有个下属 现在就出来托他了 做了控方证人 那这些情况你可以去想像其他的例子 就是我可以想像一个局面的 现在是怎么样呢 譬如他这个例子 有些人已经退隐江湖了 甚至离开外国 突然间不知道被人抓了 就回来之后 跟着就做这个被告 做了一被告坐下 跟着他就做了控方证人 在这个之前 其实他已经吐了很多料出来 这个谁给了钱我 他为什么要给钱我 当年做过什么 但是这个我想都老生常谈 这个大家都会想得到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想又可以开一个新角度 比如说是一个我们想像的 那大家知道澳门其实 不止今天永利这个高层职员被捕 甚至之前都有很多高官被捕 那可能有些还没公布的 有些还没公布的 我们不敢说的 但是起码大家都会想像到有一批人 现在是被监管的 我不敢说的 就是拘捕 在监管的 就是被在某个地方 不准走来走去 那最大的疑问是什么呢 就是这帮人会不会送中 这个我相信是一个 挺需要思考的问题 那思考在于什么呢 就是你现在有些人 在这个 就是这样的期间 我相信可能在澳门 但是可能在讨论 就是这些人 要不要送上去送中里面 送中的原因 不是说要定他罪 或者要他坐牢 而是他吐了一些杂料出来 那都是吐了一些杂料出来的期间 也都需要你吐了一些钱出来 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 钱不是问题来的 保住人命最重要 所以呢 就是给了钱之后 可不可以脱身呢 这样 那可能不是了 现在去到另外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可能是说 那个权力斗争 已经去到一个白烈化的阶段 是不是 一定要你吐了一些杂料出来 但是反过来 我又可以另外一个方向去想 就是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的话 那这些人的人身安全保不保障得到呢 那被 现在去权力斗争的 你被人捉住痛的那些人 喂 那如果我有个人 被你在你手上的 而他又可能 吐了一些杂料出来的 那他拜托我 我可能先做下他 是不是 所以我想这些人 这些人都是身处一两个 就是两种的权力之间的下方 里面 要如何保障自己的安全呢 那这个就真的是一个难题来的 你被人做了 就是送了钟之后 那接着呢 就要你吐了一些杂料出来 那吐了一些杂料出来 你已经用完了 那会不会就是 就是这个 都说留人呢 那样 还是说你用完了 先做下你 那样 还是说你一个活口去做一个证人呢 但是可以调回转了 你做证人之前 如果又被人做下了 那就 死人的 正如在古龙那样说 什么人包罪物呢 死了的人都包罪物的了 那如果你看到 突然间有一个人 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就 自杀或者什么呢 那这些通常都是那些例子 不过这个太恐怖了 我不讲下去了 那但是 就是这里可以再去 远一点点的 讲得远一点点的 不如 就是最近有一些KOL 他也有这样的看法 就是说 你说北京那个情况 是哪里有权力斗争 哪里有什么人有病 什么的 他用那个例子就是北韩的例子 就是金正恩这个例子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 就是说 金正恩之所以上台 是完全因为他姓金 他是金日成的孙 就是在他身边 还顾是没有任何一个可能的政治对手 除了他的兄弟之外 而他的兄弟已经被人堆毁了 被他弟弟堆毁了 那剩下可能是他那个妹 或者什么 就是不给他能够出马他 那还是不离开这个金氏家族 那就是那个 就是这个等于是一个封建王朝 就是等于以前 就是姓劉、姓李 就是搞来搞自己里面 就是在其他人 就是没有олнigen跟你做的 除非你是革命 或者你是造反 否則沒有這件事 但問題就是如果你在這個當今的中國的政治歷史裡面 自共產黨它成立以來 其實都恆常有這個政治鬥爭 有時候是你死我亡的 有時候就可以大家鬥輸了就算了 但是永遠不會說只有一個權力核心 即使是毛澤東的年代 他去上台 之前他們經歷過 比如有王明 渠秋白 陳獨秀這些 這些全部要鬥的 一定有反對的意見 就算他上台之後 這個跟著劉少奇 甚至鄧小平 鄧小平不是說他的對立 而是說他有不同意見 他生前他就唯唯落落 我永不翻 死後當然是什麼 去到這裏 比如說毛澤東以後 其實都是說很多人推你上台 不是你自己一個可以靠打回來的 不像金氏王朝那樣 所以去到現在就是說即使是習近平那樣 我們都是之前大家有一個共識 我們給他 換言之就是在後面有元老 而元老這個情況在北韓是沒有的 北韓的元老就是以前就是金日成 但是這些全部都死了 死了就沒有元老的了 剩下的元老就是一班老人 那幫就不同 現在說的就是 在後面 還在那製作了幾個的 比如朱鎔基 溫家寶這些 胡錦濤 那這些就叫元老了 那如果你說是這樣的時候 那個跟這個在平洋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一定有一定的路線的不同 而最近這個防疫的問題很明顯 就是有人去唱反調的 是吧 所以你這個反應就是 這個一定不是鐵板一塊的 如果是的話 就不需要去好像昨天我們引述的那宗消息 就是中央辦公室 不要退離憂幹部 不要妄議這個中央的政治 如果沒有人妄議 沒有人說 根本就不需要有這樣的例子出來 不需要有這樣的警告出來 有這個警告就證實了 其實後面真的有人在說這些 所以類似KOL去說 沒有權力鬥爭那些 我覺得就完全對現在北京那個政局是不了解的 我們去講澳門的情況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想說這個澳門的情況 是反映著北京裡面的狀態 是吧 比如說現在這些高官 如果他真的被送中的話 那個原因只有一件事 就是在這個權力鬥爭裡面 他們成為了棋子 是吧 這個道理很簡單 你犯下什麼罪行 貪污 其實你坐澳門 在澳門坐牢已經足夠了 就不需要將你送上北京 送上北京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要你做正人 要你讀灰 是吧 那從這個你去看就是 如果一旦有送中的話 那很明顯這個是為政治鬥爭服務的 也都可以印證到政治鬥爭的存在 是吧 那剛才我說這個 阿文進你覺得我表達了清不清晰 或者是動不動肉啊 我什麼叫層次 大家聽完就知道了 就是很簡單 你做了一些 影響著全世界的KOL 那你連那件事的本質 那你好像台長所說 阿金仔 他不會突然之間 有個北韓元老啊 不會有北韓元老困 他不需要警告的 他第一天時間和你炮決了 他不會有一個北韓元老群組的 不會有這些東西的 也不會牽涉到有一個前北韓的總統 或者高層出來和他有任何意見 沒有意見的 他就是意見了 是吧 那可能第二把交衣就是他妹妹 第三把交衣就是他老婆 那就是我當的 說真的 你是圍圍圍的 因為其實你看看北韓的情況 跟我們《思浩文聚》的頻道一樣 其實根本就是一樣 怎麼會有是非的呢 根本就不會有是非 不會有爭議 不會有什麼 因為基本上呢 全部都是自己人 這下才是重要的 就是全部都是自己人 大家內部都是會妥協的 那你第二件事 其實老實說 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有件事就是這樣說的 無論如何都好 他們本質的本源都是一樣的 沒有人想搞一個派對 正如大家看過堂sir 喂 和聯性 就算裡面 這麼多元老長輩 有什麼不妥 接著你就帶出來 要搞新和聯性 大家立刻團結起來 沒有人要搞散字頭的 這件事情 其實你無論在北韓也好 哪裏也好 都不會的 但是你說本質上 那個字頭都有分別 一個字頭呢 就是跟自己的家裡 等於家裡來的 一個字頭呢 就是大家唯一唯一唯俱樂部來的 那你兩樣字頭的本質就要趕營 另外第二樣 剛才台長說的那件事 其實台長是再引申到一個更加深層次的問題 就是 這些人 可能他們以前的時候 沒有想過會出事的 現在其實出事那件事 其實不是追究他以前做過什麼 其實問題就是 現在要拿他成為棋子 嗯 那你這件事 就是台長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那你這個問題就是 其實 老實說 就是好像 出來走 就預了要還 是吧 但是問題 他有一些他真的純粹打工的 就不可能出來還 但是我覺得呢 剛才 都不是走的 因為我相信其中一部分都是正當生意的 完全正當的 但是這樣的 台長 如果你賭場裡面 其實不要說賭場 大企業也是 很簡單 我舉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其實大家 你會覺得很站以為上大 大家都覺得沒問題的 例如某些賭場有大公司也好 我無端端 我容許一個快餐店的品牌進來 做員工餐廳 接著 還要怕死你沒有生意 怕員工嫌你的東西貴 不賣給你 我特別在公司開多看 就是 你可以每個月有多少消費券 去這間餐廳做消費 這是正當生意 這是很簡單的 如果你說 例如裡面 我擺一條員工吃雞 我有快餐店 有ABCD EFG 那你也說 有一個 不是一間 很競爭 只有一間快餐店 一間提供一個食物 價錢 他一除定音 他喜歡賣一件食物給你 可能他賣一隻雞 這裡賣20元 外面街 同一樣 其他分店賣10元 15元 明顯是比較貴 但是你也是怕他沒有生意 特意去 像我所說 派現金券給員工 如果你不去吃 那件是沒有了 結果 那些伙計就是怎樣 他是貴的 算了 公司還給了現金券 不吃又沒有了 又沒有意思 打包回家吃 明知道雞腿是不適合這個價 可能外面街賣10元 賣20元 不適合的 也要打包 你說中間是正行 但是你歸心究竟查下去 有沒有問題 這件事其實以往 這些 以往不是問題的東西 其實隨時 如果現在 因而世易 有時候你要去找 清掉這些東西 你怎麼都會清掉 正如 好像有些人一樣 就算你去到後來 怎樣洗白 怎樣上了上流社會 怎樣怎樣 但是可能你曾幾何時 你還是有出過問題 正如我們說過 你追究你五歲 去偷一顆糖 偷一顆朱古力 對吧 你怎麼自辯 即是一句話 我現在是太平紳士 我又是慈善家 我又怎樣 我人生都 沒有污點 我平時 就算出去玩女人 我都不會被人拍到 怎樣怎樣怎樣 對我好像是個好爸爸 是個老公 他偷是這些東西 他都不抽成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擺過未成年的 怎樣適有 你現在做不到的了 因為你過了那個年紀 OK不要緊 再想辦法 找個士多老闆出來 喏 這個混蛋太平紳士 以前五歲就在我那裡 又偷過朱古力 又偷過糖 然後還適合隔壁同學 10元買別人的阿柏文 然後20元買了給隔壁班 那這些都好過衰十一的 這些都好過衰十一的 不是啊 因為你都知道的 說到尾 其實大家 無論是這個 美國 以至一些偉大的地方 其實大家用的套路 最後都是這樣的 有時候 當我去抓到你實際痛腳 簡單說 抓到你金錢上的痛腳 那就是什麼 原來那些都進不了的 甚至乎原來全部都能解釋到 就是我們那天說文創 你要解釋 他們一定能解釋到的 是不是啊 實在告訴你 因為當時又怎樣 那些東西都隔了這麼久 你要我現在隔了六年七年 拿回某一個活動 拿單出來給你看 拿份計劃書都沒有了 是不是啊 然後你可以全部都合理解釋到 甚至乎那些什麼公司 現在都收拾了 喂 你解釋到的 然後我那時候 搞了一個活動 然後那時候 請過嘉賓 每間酒店房要補五千元 嘩 為什麼五千元這麼貴 那時候呢 賭場 賭場厲害的嘛 那些人炒永利房 炒到萬五元一間 我們很幸運 我們做慈善才能找到五千元一間 是啊 是嗎 那你肯實搞得到的嘛 我搞了一個辦法 就是如果有人衝抽證你 那個證人你就不再存在就沒事了 不過你講到這個問題 有個問題我也想問一問你的 就是這樣說 如果譬如說 現在有些人人自危 但是照計有些人應該找完泰山 比如說 你爸爸以前在那個地方 很厲害的 實際的 最高地方領導人來的 那你作為他的兒子或者他的孫子 那如果今天有人想抽證你的話 那有沒有人會跟你說 這些不能動的 就是 他的家底那麼厲害的那些 那會不會到有一天 連這些人都要 就是會被 在一個捲入那個團力鬥爭的船套裡面呢 那我看那些不能動的那些 就未必那麼快動他的 除非他真的 有重病或者拜拜了 才會動的 因為他們就算做某些事情 我當你用你的 家勢 用你的上一代富裕 又拿了一些好處 我們先講清楚這件事 有些人可能 家任 很有錢的 但是我們說不止這件事 而是曾經對社會有極大極大的貢獻 這些人 是啊 例如你壟斷了很多社會上的事情 那其實呢 其實呢 你見到呢 其實他們都不會說 一抽證你 一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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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的 他起碼呢 都等你那位當家的老人家 真是拜拜了 或者 你是 即現在你是家主啦 你拜拜了 可能會隔了一年半載了 那他才會靜悄悄去做一些動作 去收起這些東西的 就不會即時來的 其次 為什麽不會抽證上一代 又 你現在這位家主又不抽證你呢 原因這件事 我都說了 他們是一個唯一的俱樂部 喂大哥 如果你這樣去抽證一個叫做 叫做 怎麼說 有這個公分的人的後代 去抽證一些叫做 以前的叫做 名將貴族領主的後代 那你會動搖到那個俱樂部的根基 喂大哥 因為你這件事 你在北韓金仔裡就行了 喂我今天我不喜歡你 我可以打你 哪怕你以前是我老爸王子兄弟 我今天抓你拋拳 明天不死 抓你去比狗歪 喂可以的 因為他那個是他家族的王朝 但是你問題是你現在在俱樂部的話 你做不到這件事 因為你這件事 你就會搞散個字頭 好嗎 好像阿丹伯所說 所以你除非就是這樣 一 你簡直是權力大到 簡直是像以前中國一樣 改朝換代 什麼明朝並清朝 漢朝 變什麼 你除非去到這樣 簡直是謀朝散衛 然後就把這件事變為私有化 家族化 然後就簡直是金仔 如果你是做到這一步的話 其實基本上就不需要說道理 就是你跟我說什麼任期 不是不需要說道理 他的說話就是我就是道理 我就是道理 你那些什麼架構 歷史責任 什麼任期 什麼態度 什麼俱樂部的精神 這些不用說 不需要商量 因為我就是俱樂部 但是問題是如果你還沒去到金仔 那隻金仔變成家族企業 你搞不定 還有第二 你回頭看就算是家族企業的東西 你看新加坡 其實他都可以做金仔王朝 但是為什麼 去到最後 他慢慢 他都要去適當地去怎樣 甚至你看現在越南 其實你開始看他們的意識 如果你真的要那個地方很有進度 還有那個地方 是叫做走得前 有些東西你知道是禁制不了 其中一個東西就是資訊 第二樣東西就是那個權力 所以你看到其實所有東西 其實很多國家已經是 給了一個最好的例子你 怎樣一直保持著那個權力 一直又令到社會是可以有自由和進步 例如英國 給了一個例子 但是 台長 我們都要補充一點 趁有些時間 昨天我們不是說了一宗 就是澳門兇殺案 是 但是我們做過節目的時候 因為昨天先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我有些很重要的聚會 我要出去 所以我昨天那一節 就和台長部做直播 我們先錄了 所以那一節其實 昨天我們錄的時候 這個澳門的警方 他還沒公佈他們調查的案情 我們只是可以拿到最新的資料 澳門日報 其他的傳媒說了 大陸拘捕了 大陸怎麼拘捕了 然後我們就去看完所有的報紙 然後我們就用昨天的方法來講 但是還沒聽澳門警方的意見 所以我們在節目裡面都說 目前警方還沒公佈什麼資訊 但是 整件事到我們晚上8點後 節目上了 警方其實在早前那段時間 就是我們錄音後 簡單來說 我們錄音後 就公佈了 所以我們怎樣都要補充 你看到昨天 技術人員和台長出了公告 就說 關於這一節 其實警方公佈的部分 我們會第二天說 如果不是聽眾 就以為警方剛剛公佈了 你們為什麼做直播說不出來 我們現在講一講 其實澳門警方昨天發表的報告 首先那個人 東北人 跟著稅數的跟我們昨天說 引用其他國內的司法部門的資料 是正確的 好了 有什麼是昨天沒有細項沒有說 而這件事之前已經傳不正確 第一 開頭就被傳 是那個性功學者進了房間 之後可能倒閉了一天 之後再有第二個換錢黨進去 然後現在就倒閉了 整件事就現在調查了 其實就是那個換錢黨那個 就應該是去了 而且就是在大約 就是在幾個小時內 就過了身 然後 而且之前盛傳那個有個相片 很漂亮的那個相片 就是那個樣子很漂亮 那些網紅樣子那個 就是那些被傳不明的 那些是個性功學者 但那些是換錢黨 應該是 那變相 現在它還沒有公布 其實有沒有 是死前 現在就說 應該是難死 但是就沒有說 其實他死前 有沒有進行過性行為 因为那位换钱党的知识 外形和上貌 我认为绝对不亚于春美胜功的人 看上去是很漂亮的 可能第一个他还要隔这么久才死 第一个我怀疑是送了钱上去之余 甚至是跟他有肉体接触 结果那钱我们开始传说应该有100万 原来不是真的惨 原来是60万来的 那他就是第一位 60万现金 是啊应该就是换钱党带60万现金给他 你跟我解决首先60万现金有多厚 你落中长倒 老实说你又有500 又有500元一口 甚至乎你说有一些小桌 可能开出来低过500元 可能二三百都有 不奇怪的 因为现在的市场不好 你说以前有没有 好像以前那样 100元买对子 现在有 以前就可能没有 以前买对子都两个三个 现在是100元 也不奇怪的 甚至乎老虎机那些 就是你说低至一元一口也有 那变相呢 其实现在倒退 最重要是你来消费 你说你买得少 没问题的 拿着100元也能玩 没问题的 那他应该是拿着那60万 就拿下去赌 结果赌到输了 赌输了之后 就再找第二个 就是那个性供学者 但是 可能有机会是赌输了 然后想找人出火 但是有样东西大家留意一下 因为那个性供学者 应该是跟他在赌场 在大堂上碰面 跟他上房 但是他之后在很快的时间 就已经说他清理了现场 和走了 换言之 其实你中间的时间 他究竟跟第二个性供学者 会不会 他纯粹打劫拿钱走人 而不是真的进行那样东西 真的不奇怪 还有那样东西就是这样说 他那个时间 第二个 就是凌晨四点后 来到跟他大堂碰面 说他死亡时间很短 现在警察调查 其实是两个小时左右就死了 跟第一个不同 第一个是进入去 是几个小时后才死的 换言之 就是他们的商业时间很短 而他死的时间 假设他早上7、6点去死 那他那个兇手 其实他在很短时间 7点多就已经 是经过澳门的关 去了大陆 而整件事呢 就是那两个女死者 那条丝在那里 那条丝在那里 而跟着呢 好像我们这样说 你去到这里 我想问 那个疑空有没有退房 没有 没有退房的 而整件事呢 就是去到后期 就好像我们这样说 就应该是那间房 卖房给他那个 还有那个小姐 有妈妈 妈妈看到那个女儿 失了这么久 跟着就发散去找 而那个 卖房给他那个人 去到现在都找不到的 警察说 应该就好像你说的 尿兽散了 那卖房的 根本那些都不是很本人 他有事就立刻走 还有一件事 他发生中 我都说了 他拿些三婆大臣 拿其他假证件来登记 你根本 你就不知道是他本人 所以你很难捉 这些资讯太少 而整件事就是这样 去到后期 酒店就上了Wood Service 拍门 没有反应 于是进去就看到两条尸 跟着就报警 跟着酒店报警之后 在现场警察去调查 就在监房清理过 那两位女死者 那些手机啊 那些身份证啊 那些东西 就说被她拿走 那些身份证 那些身份资料 所以其实当时 我想他们都用了 一段时间确认是什么人 而至于没有了手机 没有了性 其实认真说 你现在的资讯时代 你什么都没有 发现了两条尸 又没有身份证 什么都没有 妥方你 那些人 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两位女死者 是什么人 和他们是否透过合法图片 都不知道 那你不同 很简单 我用天眼来去吗 老实说 那些网红念 其实就没有那么容易认的 你说认其他人都容易 但是那些网红念 其实呢 很可能 其实他们的衣着打扮 那些样子 我觉得 如果你是 每个人都像 你老实说 大陆那些女士 绝对没有贬义 因为他们的文化是这样的 他们很流行 弄鼻弄下巴 然后开眼 其实呢 你发觉他们的样子 真的那些 怎么说呢 就是 借安琪 瓜子面 杨栗眼 然后有什么 蔡依林嘴 其实你发觉 全部是好像我们去吃套餐 鱼柳包 搭什么 搭什么 可以有套路的 没有了那种 个人的特质 可能呢 有些 你看到他们拍照 可能六七个网红坐在一起 真的 不求同年同月薪 只求同年同月同医薪 全部弄得好似的 你很难什么 那当然 你现瘦还肥 但是老实说 好像你有很多那些网红 你本身瘦底 跟着那些高度差不多 其实那些身份特征 是比较难认 所以如果那个人没有身份证 没有手机 你很难去认到 那我想相信 中间他都用了一段时间 那而呢 应该 警察就用了一些时间 去查他身份和什么 跟着呢 与此同时 又通报了国内的公安 那国内的公安就开始折 那接着再找天眼呢 找那些女死者 可能同时间找他身份之后 就找那个 就是透过酒店天下 就拍到那人去赌钱 在那间房间走出来 那那个男的反而异认一点 那个兇手 因为大大隻隻 整个很典型那些 那些 那些大隻 就是好像呢 呃 有个游戏 叫Hitman 就是有个光头的 跟着呢 杀手来的 其实就有点像的 那些电影是很典型的 那些 那些 怎么说 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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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的 那些 然後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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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用了很多途径去撕掉的,但内河可能在珠海的天眼是太厉害了 他整程在珠海那里,一站一站是全部被天眼拍到的 因为其实大陆有好有不好的,其实大陆那些在街上的作案 在街上捅死人,抢劫那些,那些 其实现在的确是少了,因为每个灯柱,甚至每个交通灯,每个小区的闸杂,四个角 基本上那些游戏多到,其实一条街你会发觉,这个是病态,有二三百只游戏 为什么呢?因为在大陆有些部门,只要那条街是管车范围 你都开了几百只游戏来看的,而那种情况是比赌场里面的电视房 恐怖过那些闭路电视房的,所以整个情况呢 我相信他是这样被人盯住了,然后一直追,追到山那里,因为山没有CTV 这些威мы,所以那些即是当地村民,就是多在当地村民 可能帮狗那些走去找的,那你当地人無端端是一个外来人的 个个都知,那里面的外来全部都懂的,全部都是上村下村的人 你这个可以引证就是他知道自己在犯法 没错了,他走老的时候应该身上没什么钱的 因为他应该有,他应该输了 你要想细思这两件事都挺恐怖的,第一 他刚刚在那间房里 如果他说辣死的话,你等着处决了那个女人 处决了那个女士 大无私药走在楼下赌钱 你看到那种凶残和那种 事若无堵,下去赌钱 你觉得是很荒诞的,这种事情是很恐怖的 我相信香港、澳门人是做不出的 没可能是 杀了人,大无私药下去 去玩,去吃,我想 这些是罕匪级,他一定不是第一次做的 如果做到那么吻灭人性的话 这些可能背景也很恐怖的 其次你见大陆,他找那么多人去围他 是真的那么多人去围他 其实这些阵容是对付超级英雄的嘛 对付Ironman啊,对付美国队长啊 你才有几千人去找他 换言之,这个人可能 以前可能有些前科,而且很恐怖,但是未公布出来 未爆出来 是啊 我都说了,一有爆了这件案出来,我们就说了CVQ 我估计多数我们都猜中了 因为是 这件事你想起来就很恐怖了,如果那个字就是这样 但是你说不到更加恐怖的地方就是 这些人可以随便出入澳门嘛 为什么呢,这件事你要牵涉这件事 第一,可能他在当地 可能他用他的方法 可以是获得 第二个身份,甚至乎 现在叫他的名字,不知道叫什么龙 不知道叫赵云,赵子龙 赵某龙 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叫赵子龙 那时候叫夏侯敦呢 不奇怪的 然后是不是换的,或者叫诸葛亮 我身上可能有几个证件 一个赵子龙,一个赵侯敦,一个刘关璋都可以的 你变相还没核实到他的身份 他自己也是那些三和大臣 他根本就没有身份 他身上所有的 件事都是 他不知用什么非法途径 买也好,招也好 不知怎样拿回来 他就用这些身份进来澳门 所以其实你这件事背后 你说是不是要检讨 全澳门要打击所有换钱党 打击那些 在赌场上换食的人呢 其实这件事 不是那个根源 根源源源自的情况就是 你说会不会澳门香港 本地人 香港人拿假身份证入澳门赌场 我相信没有 不会有这个可能 会不会有澳门街坊 盗用澳门身份证 我觉得未必会 香港澳门人不会做这些事 这件事我有信心的 不会的 但是来自这些地方的人 原来来看看 你发觉 尤其是东北那些 有很多脱补者 脱补者那帮人 什么都做得出 作为脱补者就能脱补了 他已经经历了一次生死蝶变 可能已经很痛苦了 然后再顺便在哪些地方做些事 后来获得身份 不奇怪的 所以你说 是不是要跟着呢 我看怕跟着不了 因为那件事不关澳门事 不是说 澳门的机械有多先进 增加多少关元 那些关联要训练他 看到可疑人员要怎么样 是你根本 你阻挡不了的 因为 那个问题 那些假证 那些事不是 密尔密卡的 不是澳门里面 去帮他处理这个身份 而那样东西 你也很简单 一些有名有姓 非常之伟大的人 例如曼晚舟 他有多少本护照 六七本 那你已经 说完了 你澳门和香港 就算你有名有望的人 例如我当 史丹利康 可不可以六七本护照 可不可以 不可以的 对不对 就算你上一代的人 你多有名 就算你 你以前 我当以前的赌王 富家 你可不可以一个人 六七本护照 没可能的 你根本就不会 让你做到这些事的 所以我相信 如果你突然 现在外面的坊间 澳门 海关 什么要负责 你负责什么 那不关他事 是不是 你硬来 难道你在街 今天 有宗打劫 然后你就说 当地警察负责 为什么这里的治安那么差 大哥啊 如果那里治安好 就不用有警察 是不是 你都知道 夜不闭户 是不是 其次呢 有些人拉过来说 又说 想我们说一下 那个走水货问题 稳日才说 但是 又说 因为发生这些案 所以搞到那些人 走水货 又要被人抓 那是什么关系 两个不同 我问你了 你都已经不是炒饭和意粉问题了 炒饭和游戏机 你怎么抓 你怎么抓来说 风马牛不相及 有时候 有时候 很惨 现在 那些人评论 是没有那种的 没有那种准则 真的 你可以 那些人为了 抢眼球 一些他想到的论点 那样东西还比其异国博士 他都照样是堆出来的 他不用 要够快嘛 一听到你评论 你说多有快感 那些听众又想听 那些听众又想听 文章 你知道你讲了多久 整个小时 你讲了 哎呦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 那我们 今天就来到这里算了 好吗 还是有第二节 我想什么了 不要有第二节了 我们今天 一节 过转速了 一节是吧 好啊 不是啊 你不是说要讲一下其他什么 飞机呀 国际东西那些 如果要讲 下一节就短一点了 因为这一节实际上太长了 我们下节回来 好 下节回来 下节回来 好 今天来到这个火之神 阿朗哥和登桂煮了一道 是不是叫台长的这个牛扒呢 台长西亚牛扒 那我要介绍一下这个菜式有什么特别之处 第一样 单手都可以吃的 单手都可以吃这个这么滑的牛扒 还有西亚牛扒 接着有特别有吉利腐坑 还有这味道 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 完全没有电品质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面子汤 这味道真的使用非常非常美味 大家来看 接着下来 一定要点这味 台长西亚牛扒 多谢大家 支持港国 和支持 良感尝宫的室宴 和他的节目 多谢大家 大家记得订阅和支持司徒文章频道 大家记得订阅和支持司徒文章频道 多谢大家